申訴專員公署向公眾發出一個邀請 希望大家就住三類修費的學校調整修費的情況提供資料 我們將會進行相關調查 這三類學校包括直資學校、私立學校和國際學校 這三類學校目前的情況其實是學校的數量和學生人數與年俱增 今年這三類學校的總數是二百四十一間 人數是十三萬多 學生所佔的全港學生人數已經高達兩成 與十幾年前相差很遠 所以現在的情況這類學校每年的調整學費的機制 其實是涉及到很深的民生問題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 收入專員公署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這些學校的收費其實都要得到教育署的批准才能夠實施 但是在過去這幾年我們都見到每一年都有些學校增加的幅度是相當之高的 在今年有學校的收費是增幅高達接近五成的 其他接近一成到兩成的學校的遺數也都不少 究竟教育局在批准的時候用什麼的準則來批准呢 這個是今次我覺得是很重要的要去看的問題 而更加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同時間要看到國際學校除了收取可能高達十幾萬的學費之外 他們同時間亦都會擁有各種明目的收費 包括提名權、建設費、債券等等這些明目的收費是相當之厲害的 而且那個費用是可以高達幾十萬到幾百萬 最高的一間是我們就我們所知是高達六百五十萬 這些費用是收了之後學生可能可以優先入學 或者是可以優先面試 都是跟他們入學的機會是息息相關的 而這些費用收取的學校都是得到政府免費撥地 而且是有些還得到政府的免費貸款 這樣的情況之下還收取這麼高昂的學費之外 再加多這一類的不同明目的收費呢 我們覺得是有嚴重的濫收之嫌的 這個我們覺得是政府特別是今次申訴專員工處 他們應該是將這個問題納入去他們的檢討和調查的範圍 我覺得這個非常之重要 因為這麼高的收費 我相信大家都會奇怪究竟其實那個教育的成效是否成正比呢 那個費用收取是否跟它的成本等等是息息相關呢 但是據我們所知目前政府教育局是不會去監管這一部分的收費 但是這個我覺得呢 既然它跟那個入學的機會息息相關的話呢 是不能夠排除在今次的調查範圍之外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就整體而言 我是歡迎今次申訴專員工處作出這個調查的 我覺得這個是民生的一個重要問題 多謝各位 我們先回到這邊 我們Sen philosophers